这幅画通往麒麟山谷 里面有一把沉寂了六千年的奇迹之间 是联盟最具潜力的武器之一 几千年来无数强者前来挑战 却无一人能得到它 究竟是什么样的考验 竟然千年来都没人能通过 入眼之境皆为考验 遵循内心才能通达真意 圣月 你又在干嘛 就这点实力 连我家台儿一根手指都废不上 也不知道那丫头看上它哪儿了 光明之词 如果连你都无法获得它的认可 那这把剑将再不重见天日之师了 这就是麒麟山谷 根据杨爷爷的说法 从现在起 奇迹之间的考验也就开始了 向有新生 静有新转 当年辉煌年代被死灵法师终结后 人类陷入了几百年的战乱 于是最强的神将大能 想将上古流传下来的两把冥剑 终成最强之剑 以此去平定人类战乱 他不惜以自身心血为淫 用上古清灵旁足留下的宝石为媒剑 终将双剑合而为一 而且此剑竟自身光和水 两位剑灵 称为灵器 世人称之奇迹之剑 但不想 没人能获得剑内双剑灵的认可 哪怕是铸造此剑的大能也不行 后来魔族降临 即将肖王的精灵王族寻来 将其封印在这麒麟山谷内 等待有缘人 没人知道这把剑的威力 能达到何种程度 只听闻双剑灵 还会伴随主人成长 这一点就连神器也难以做到 竟然有成长属性 那好尘他能获得认可吗 怎么回事 这些剑都在追着那弹过 说不定 它就是破局的关键 这是什么 声音没了 路也没了 看来我已经来到了 奇迹之间的第二关考验 只有解决这里的考验 才能继续前进 这形状 试试这个 为什么只有那道门没有亮 或许只要点亮门上的水晶 就能找到出路 滚山 只要用光丘填满它就可以了 难道说 这个机关是用时间限制 看来 得在福如花掉落前将所有光丘填进去 不然机关就会重置 再快点 再快点 成功了 怎么会 怎么所有光球都被填进去了 还差一点 向由新生 静由新转 难道说 好 我 是让我往前走吗 前面已经没路了 这是要怎么走 好 这里就是最终的考验吗 居然变成了我的样子 这里就是最终的考验